今天我們來看 在美國主辦的這個高爾夫球的公開賽 大家很關心世界救助 我們臺灣的智阿尼 是不是能夠拿到這項四大公開賽冠軍 第二輪的比賽 已經在台北時間才結束 但是智阿尼的成績 不說落地上 是他比票中關關四關 146關 占失敗在第29名 就算已經是世界高爾夫救助 不過智阿尼在美國 科羅拉多州進行的美國公開賽當中 也是遇到不適合環境的科研 比賽到第三輪打第二檔的時候 本來的時候這隻Burdy可以輕鬆抓到 結果球打出力就是差一點沒進去 正中心的地道差一點 對 這樣的推開已經是不錯 是 球打不進去 智阿尼近今天站腳看來出有關失望 馬上給他補一關 其實這次美國公開賽的前兩輪比賽當中 智阿尼也覺得自己表現不太理想 比標準關 完四關的146關 占失敗第29名 他說對這樣成績比較刺激 沒有辦法 不過會繼續打拚 對我路上看不到打球還沒進去 就像他失手沒接敗 像連手打14點前 讓智阿尼打得很辛苦 在前面表現後 他希望自己可以在後面兩輪 獲得領身的三手 如果真的有可能贏到最後的冠軍 智阿尼也會打記錄 變成四上最年輕 獲得四大關館的救援 記者綜合報道 對只要並無敵大防門